嘟嘟嘟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6號 即是奉勸那些 包括我在內 因為有很多的近排 YouTube 入面的KOL 基本上 就是經常在想自己講錯什麼 沒有講錯什麼各樣 就是這個錯字只不過是解有違他的廣告政策 至於他的廣告政策當然就完全不扣名 而事實上你沒辦法的 因為我們講壟斷Monopoly 在一個壟斷的市場底下他就佔據了所有 就是因為雖然Rumbo你都可以擺片上去各樣 但是始終別人尤其是那個Playlist的介面就不敢恭維 而且他那個中文介面還有推播功能 很明顯對於檔案的分類是有困難 很難說的 想說的就是無需要想自己到底是說了些什麼 Youtube不合聽的 原因是為什麼他什麼都不合聽的 又或者甚至乎就不要說說了些什麼不合聽 因為之前上了一套片沒有聲音的 只有幾隻字仔的 都黃標了 那跟著有些人就說了 Youtube還有些什麼公信性可言 沒有沒有 沒想過他有公信力各樣的 沒有期望這件事 只不過還用到 又叫做 難道用微博嗎 那又不會的嘛 是吧 那所以張貨就價這樣解的 那但是顯而易見就是2020-2021這個Youtube都已經是聲明狼藉的了 那當然我們就看他幾時會被其他更加自由開放的平台所取代啦 是啊 Youtube現在是化身成為什麼的代表啊 是言論鉗制的代表啊 網顧廣告商利益的代表啊 為了錢什麼都得的代表啊 那這點我們認清楚先的 好了 言歸正傳 今天就純新聞報導 不過他都會黃標的啊 就算我說應該保護兒童呢 他都可能會黃標的 甚至乎我拍了一部劇集出來 就說保護兒童多麼重要 他都是黃標的 不合聽的 所以就說了 那絕對是 田屋的化身來的 不是就上一部片了 保護兒童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保護兒童 記住保護兒童哦 知不知道 哦哦 跟著黃標 那你就知道了 最慘就是那些兒童商品 哦 原來 你youtube這樣搞的 哎呀 我還想在那個平台上 他好保護那些小孩的哦 在那裡賣廣告 哦 跟著 啊 多謝了 真是 那話說 好多謝朋友仔啦 他就說 可以loop一下舊片各樣 其實 你可以 選一些 因為我每套片都著名的嘛 哪些黃標 那樣 環保又黃標 Facebook又黃標 說美國新聞又黃標 說新聞都黃標 那什麼不黃標啊 他沒有個清晰定義的 哈 你真是沒看過 啊 之前弄了個 言論審查列表 啊 那個就是罪證確鑿了 真是 在這裡叫你申報 啊 最近還說 什麼刻意發佈欺瞞性信息 各樣那些 啊 這些是 怎樣為之欺瞞性信息啊 啊 找日和大家研究一下 Youtube那個 審查列表都好啊 啊 你又知道水蛇春那樣長啊 大言歸正傳 啊 今天說的呢 就有關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啊 哈 那裡說的東西 咦 同我的那個理解 又好像 又吻合 啊 那說到呢 有些原則上的不同啊 就是美國本身那個一中的政策呢 和中國認為的一中原則 咦 好像是截然不同啊 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的一中政策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是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截然兩個字呢 就就是說是 直接這樣啊 你是黑的 我就是白的 你是長的 我就是短的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演繹 不知道啦 因為之前呢 拜登就跨下這個海口 那在那裡說 萬一台灣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美國 是有那個義務啊 有commitment啊 對台灣的民眾 以及政府啊 都是有其承諾的 那不知為什麼 環球時報呢 就好像 為 即是以為啊 可能因為胡錫進 不想新鮮事卒啦 於是 他就說啦 拜登講大了啊 他不是這樣的意思 哇 真是 似乎啊 他們真是 拜登肚裡面的那條蟲啦 哇 竟然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但是隨後 Circle Bad Girl 以及一眾的美方 那邊的人員呢 就走出來說 不是的 即是 我們的意思就是呢 我們對台的政策 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哦 那今天 就只不過重新回啦 但是 對台政策沒有改變是什麼意思呢 他又說得清楚一點點 這裏說到的就是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 美國的一中原則政策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原則和政策 是截然不同 大家的理解不同哦 這個是在美東時間11月4日舉行的 在歷行記者會上面 德國之聲的記者 在這裏提問 就說拜登總統之前呢 說的話 有點無靈兩可哦 到底呀 美國會在幾大程度上保護台灣呢 於是乎 美國務院的發言人就說 在這件事情 他們的態度是非常清楚 不過其實人家覺得你不清楚才問的 一開始講清楚就好了 他講到 對台灣那個政策裡面來講 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而一切都是一樣東西 就叫做台灣關係法作為這個指導的 那台灣關係法是什麼來的 理論上 你有這個關係法案 斷估 都不會是一些 用來搞衰的關係的法案來的 就是好好關係啦 水雨交融啦 有部隊駐紮在裡面啦 是不是 那發言人就表示 會遵守法案裡面的承諾 繼續支持台灣的智慧啊 就是萬一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台灣是有美國back up的 這些無用之義 至少是這麼說的 還有呢 是會繼續這樣反對 任何試圖改變現狀的單邊行動 那很明顯 至少台灣是不可以被改變的 一旦有什麼改變的時候呢 你就預備 幾國隊長 就會出手幫忙啦 那到時就不知道那隻胡錫進 環球時報啊 到底不光止 面對著 美國部隊的威猛 到底又有何作用呢 那當然啦 他是鼓勵 你你你和你 那些足成那些 不知道什麼長城 那樣的嘛 是不是啊 足成 動肉的長城 不是那個長津湖那些嘛 冰鮮肉好吃啊 那台灣人呢 現在都不是在走一國兩制的 所以 無論是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都斷言拒絕 就說 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那所以呢 我想他 再說什麼 一國兩制 各樣出來呢 那 那免得失事啦 人家都說 不接受啦 那還有 你強行套用一國兩制 在台灣身上的時候啊 那就是改變現狀啦 那到時候 trigger了一個智慧機制的時候啊 那要小心一點啊 就是 沿岸一帶 不排除會有 Suppermation 英文呢 Suppermation的意思是 氣化 就是那些固體突然之間 由於高溫底下就變成氣體 就是會有這樣的東西的 那就不是很好啦 是不是啊 那人家那些記者呢 似乎 就想打破沙盆問到都 那就是會 進逼一下 那些政客的 讓他再說得清晰一點 就不要含糊其辭 不是跟著說散會了 還是這裡我主場 那就不知道啊 Anyway 那德國之聲的記者呢 就繼續問了哦 嗯 你這些這樣的政策 是不是就是說 是會有實質的 就是美國部隊的 就是美國隊長 啊 首瓜郎那些 會不會有這些這樣的行動先 不是只說的時候 好像東升班那樣 那這裡我沒有加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什麼事啦 我那個不認識政治的朋友都在那裡說 哇 你看一下 東升班那些都可以這樣搞的 說一聲就沒有了的了 還要拜登以此為傲哦 那就沒有了壓布爾一帶了 那所以 啊 如果你 埔裏面強硬 啊 到最後 原來沒有實質支持的 啊 都是沒有用的啦 那於是這個問題之後呢 人家的發言人 是 你沒有猜錯 就一次失望了啊 沒有正面回答的 這些東西從來都不會正面回答 人家在問你 你回答了才好走啊 沒有這些的 那發言人就表示 美國是承諾支持台灣的智慧 啊 多少支持不說的啊 那塊麵包都叫支持的嘛 是不是 反對任何試圖改變 兩岸關係現狀的單邊行動 啊 不過他反對的而已 就不知用什麼反對 找口呢 可能 而台灣關係法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啊 美國啊 就會 繼續這樣按照台灣關係法行事 啊 不過台灣關係法其實沒有說清楚到底是什麼的啊 那於是乎 另一位記者 就打算搶著腳過來看看可不可以清晰一點啦 啊 但是外交部呢 最厲害的就是含糊其詞 Anyway 那位記者就問了 你剛才說 我們的 啊 你們那個 一貫的中國原則啊 那是不是意味著 你們那個一中原則 跟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一中原則是不同的啊 啊 這裏很清晰哦 啊 他就說 我們有一個 不同於中國版本的一個中國政策 啊 不過你不要開心著啊 他可能呢 說那個一個中國政策 啊 就是講著 台灣關係法的意思而已 Anyway 外交呢 目前就對這件事 啊 好像感到有一點點振憤啦 因為講到 如果啊 單方面真是 有些 船仔 跟著走過這個台灣海峽 他是講到明 美國會幫手保衛台灣 啊 講到明的了啊 不過怎樣保衛呢 就沒有講到 也都沒有講到 啊 會不會用一些手刮囊的東西幫手 正還是 只不過是 我支持你 加油 Anyway 那有意義都好過沒有意義的 就是你口頭上說了 啊 都不會 不過很難說哦 風聲斑那件事 令我呢 對這個美國其實就沒有什麼信心的啊 但是聽著先啦 十月二十六號時候 啊 拜登的手下 就是那個 Anthony Blinken 布林肯 啊 識谷子啊 是啊 他有這個道號的 布林肯道人 什麼道理性先 Anyway 啊 他有講到 美國是鼓勵所有的聯合國會員國 啊 什麼中國都算是的啊 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鼓勵到啊 啊 支持這個台灣 有意義那樣 那就是他承認之前都是可能 無意義的啊 啊 就算刮個名啊 各樣那些都沒有實際的 Anyway 有意義那樣 參與聯合國的系統 那有得參加都好過沒有得參加的啊 啊 都好過世偉啊嘛 就是 人家 私人銀行賬戶 突然間 啊 對了很多貨幣的那位 世界衛生組織啊 那個是不是啊 不太記得那個名字 啊 譚書記啊嘛 千申請萬申請 他都不願意 騷一騷這個台灣 所以呢 我不明白 整件事有什麼意義的 啊 不過 對我來講就沒有意義而已 對Fragile Heart來講 就可能很有意義的了嘛 那可能 又有一場好戲看呢 只不過 都還是玩些文字功夫 我覺得有點煩 但是不要緊 他這樣講 我這樣講的 德文報道完畢 可能有黃標的了 他喜歡黃就黃啦 那麼 期盼大家 搞下那些 沒有黃標的影片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